大家好,我是蘇老師 在這一集裡面,老師先來跟大家談談有關於參考線的使用條件 老師在先前的其他製作裡面有討論到 有關於字幕擺放位置的參考線的使用 當然我們在FarCut Pro裡面的參考線只能使用字幕播放安全框 大家可以看到在FarCut Pro的顯示區右上角這個顯示設定這邊 然後在Overlay這邊選項 我們選擇這個叫做Show Title Action Setup 也就是字幕播放安全框 通常我們的定義就是說這個內框就是一般的字幕框 也就是字幕盡量擺放在這個內框的區域 這個外框就是播出框 不過以現在的播出框來說 它的定義上已經變成也是跟字幕框一樣 因為在早期的電視製作來說 播出框的外部的區域是不會被顯示出來的 也就是說在播出的時候會被裁切掉 但是在HD的播出之後這個區域並不會被裁切掉 這個部分老師在之前的這個字幕講解內容也提到就是 整個字幕與播出框的區域是我們人類的視覺主要的觀看範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把字幕或者是重要的影片的構圖都放在字幕框以內 其實是有它的道理 當然這個規範呢也不是隨便訂定出來的 這個部分也就是來自於SMPTE這個影視工程組織呢 他們去定義這個電視廣播播出的顯示範圍的條件 可是呢在我們Finalcard Pro這種顯示參考的條件 不像其他的圖像軟體或者像是簡報軟體 例如蘋果的Keynote 他們會有制定參考線或稱作導引線的功能 所以我們要怎麼在Finalcard Pro裡面去設定這種參考線的條件 因為我們在接下來的集數裡面 我們會提到就像是老師這邊有一些面板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面板我們要怎麼去擺放 這個構圖的條件應該怎麼去設計 然後呢像是我們在加入其他的這種構圖框 像老師這邊有一些其他的構圖框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怎麼去擺放這些視覺的參考線的使用 所以說這些構圖的條件也都會跟這種視覺的設計編輯有關 在Finalcard Pro這邊它內建的一些字幕的模板 通常呢也都會設定在這個字幕內框的位置 所以說這個字幕的擺放還有設計 它其實不是隨隨便便去做設定的 但是呢我們在Finalcard Pro這邊除了字幕安全框之外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來做這種參考線的設計呢 在蘋果這邊呢 對於Finalcard Pro有一些Servity的資源 像這邊我們選擇生態系統 然後進入到這邊有一個叫做效果的項目 有一家廠商叫做Digital Haven Digital Haven這家廠商呢 也有這個叫做GridX 就是直接提供一個外掛給Finalcard Pro 然後在Finalcard Pro裡面使用它所提供的參考線的方式 這邊我們選擇這個Digital Haven這個安裝 因為它是一個免費的 大家可以去下載 然後這邊就是使用這個叫做GridX 然後把它帶進來 它基本上是利用這個產生器的方式 提供參考線的使用 它這個參考線的使用 也就會影響到我們在這種圖層的編輯上的安排 因為你在實際輸出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把這個參考線的部分 把它關起來才能夠輸出你的影片 要不然你的影片就會帶有這個參考線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一個功能就是 在之前蘋果對於Finalcard Pro提供的社群 或者是影音網站轉換設計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個原本16比9的橫式畫面 把它轉成像是IG的直視畫面 或者是1比1的Square方形的畫面的轉換的功能 這個功能是在這個地方就是顯示的設定這裡 然後在Overlay就是這個覆蓋層的這個顯示設定這裡 在這裡有一個你可以選擇自訂的這種覆蓋層 如果說你有做這些覆蓋層的額外的設計 當然這個設計會來自於圖像的軟體的圖像的製作 比如說我們用PNG檔案輸入到Finalcard Pro這裡面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Add Custom Overlay就是增加一個自訂的這個覆蓋層 可以看到老師現在這邊有兩個覆蓋層 比如說Vertical就是垂直的 垂直就是直視畫面的部分 選擇之後呢可以在這邊選擇 顯示自訂的Overlay這個選項 把它選擇之後 可以看到現在的畫面也就是 在中間的部分就是直視畫面會顯示的部分 兩側比較暗的區域呢就是被遮掉的部分 是可以在剛剛這裡 也就是這個透明度的顯示比例 可以看到現在我整個畫面就是左右兩側完全遮掉 可是這個功能呢 事實上也可以提供給我們做 像是剛剛老師所提到的這種字幕設計的 參考線的使用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這種圖像軟體的 事先設計我們參考線的條件 然後帶入到Final Card Pro裡面來使用 我們要怎麼去做參考線的設計呢 首先我們會用到像是一些圖像軟體 比如說像是Adobe的Photoshop或者是Illustrator 這些像量或者是圖像的軟體來做設計 可是老師這邊沒有使用這個Adobe的軟體 所以呢我就會利用其他的軟體 像是老師現在用這個叫做Affinity Designer的這種軟體呢 來設計構圖框的條件 另外呢老師也有用這個叫做PixelMeter Pro PixelMeter Pro呢老師甚至在這邊設計成這種 就是方形的跟直式的這種構圖的條件 也就是說這些參考線呢我們都可以輸出PNG的圖檔 然後給Final Card Pro來使用 可是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會說 老師我並沒有去買這些軟體 因為這些軟體都是付費的 所以在蘋果的系統裡面 我們也可以用什麼樣的軟體來做這些參考線的設計呢 也就是使用這個叫做Keynote 簡報軟體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Keynote去設計這些參考線 然後呢輸出PNG圖檔給Final Card Pro使用 可是我們要怎麼去做這個參考線的設計呢 首先我利用Keynote這邊來做一次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說在Keynote這邊呢 它事實上也有自己的內線參考線的使用 當我們在這個顯示區這裡 我們可以把這個顯示方式的這個齒標的部分 把它顯示打開來 也就是說通常我們在做這些設計的時候 都會用這種參考線或者是導引線去做標註的設定 因為像這種導引線的設計 其實跟我們很多這種版面排版有關 像老師這邊把一個Keynote的模板打開來 這邊進入到編輯換燈片布局這裡 你可以看到在廠商他們針對這些模板的設計 也都有這個黃色的參考線 提供版面的設計者去做像是文字 或者是圖像的定位的參考位置的設計設定條件 所以說當你一個影片畫面的版面 如果在視覺上看起來是舒服的 它是簡潔的甚至是清楚的條件 你就需要用到這一種參考線的方式 把你的每一個字幕或者是圖像的物件 做一個比較好的排列 而不是你想要怎麼去排就怎麼去排 因為你如果隨心所欲的去做這些版面的設計 可能會導致在觀眾的視覺上會比較混亂 所以不是說我們講創意就是一種你隨心所欲 而是創意有時候它會根據一些原理跟原則 去做視覺跟構圖的安排 甚至老師再進一步的跟大家討論一件事情 在做這種版面的設計來說 會採取像是HD 它是1920x1080的條件 有時候我們做分割畫面 也就是像是四分割 你可以看到老師現在這個畫面上 有四分割的解析度的一個設定 1920x1080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960x540 在這個部分呢 老師會建議你們在做參考線的標註 或者是我們在後面設計這個每一個 這種圖卡的這些區塊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MacOS裡面的計算機把它打開來 也就是我們可以利用計算機這邊呢 去計算構圖想要大概是1920的0.6 也就是60%的構圖條件的時候 水平呢就是1152的這種解析度的條件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做編排的條件的時候 為什麼16比9它是1920 而不是2K的條件 因為它的比例在演算上都是整數的 那我們來看比如說60% 在60%這裡 它就是我們所看到的1152乘上648 整個構圖來說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它這邊40%的其他區域 然後20%的這種解析度的條件 都是整數的一個比例 像老師現在這個版面呢 它就是以比如說剛剛的50% 然後現在60% 接下來比如說70% 當然這種整數它不只是像我們在做構圖 會比較好去做計算 其實包括像畫面的升降解析度的處理呢 在電子電路的運算上 它也會比較快 不會因為有這種小數點 運算處理呢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比如說像這邊70% 其他的區塊就是30% 所以以此類推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去設計 參考線的標注的設定 你也可以自己 學著去把這一些 版面的設計的區塊呢 把它製作出來 讓你自己去了解說 我們的版面要怎麼去安排 這些比例會有哪一些 比較好的視覺參考的條件 甚至你看老師這邊80%的時候 其他的區塊幾乎都維持在20%的條件 也就是說以此類推到90% 般來說是比較不會用這種90% 來做這種畫面的構圖設計 因為我們10%其實在我們視覺上已經非常的小 所以說在圖像軟體的利用 也就是說這種參考線的設計 對於我們如果直接在Finalcard Pro裡面去利用 Finalcard Pro內建的字幕的處理來說 會比較方便 因為在下一集呢 老師就會介紹大家 如何在這些圖像軟體去輸出 比如說PSD的圖檔 給Finalcard Pro或者是Motion軟體 來做這些圖像的設計 假設我們用剛剛的這個模板 然後呢像是這邊 我先選擇一個圖像 這個圖像呢 我假設是安全框 特別是播出安全框 它是顯示的90%的區域 所以在這邊呢 我用計算計算一下 1920乘上0.9 它的水平是1728 所以選擇這個區塊 然後選擇排列 這邊寬度就寫1728 這個垂直的部分呢 它是1080乘上0.9 就是972的條件 所以972 所以我這邊呢 就直接把它拉到這個 中間垂直水平的位置 然後呢 我把這個填充關掉 只留下線條 線條就是一點 就是一個pixel 就是一個畫素的條件 可是有時候一個畫素 在影片的顯示上 因為這個所謂的color sample 就是色彩取樣呢 有時候會看的不是那麼的清楚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2到3的 參數的條件 第二個我們就直接把它佈置 command C command V 然後到剛剛這邊計算機 我們再計算一下 比如說我們只要算一個 橫向的解析度 所以1920乘上0.8 也就是說字幕的部分呢 它是80%的顯示的條件 所以就是80%的顯示 這邊我稍微把顏色做一個區分 就在這邊選一個綠色的邊框 這樣的條件就是我們的內外框的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來一個垂直跟水平 所以垂直水平 我這邊就選擇一個線條 然後這邊我把它做一個拉動 像這樣子 然後拉到這裡來1080 這邊給它一個紅色的線條 接下來呢 我把這個坐標值 這個中間垂直跟水平線 也就是1920的二分之一 所以它這邊的坐標 X軸是960跟960的位置 然後這邊的線的長度 因為我們是垂直 所以它跟這個高度有關 所以它是1080 然後這邊呢 它是1點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變成一個垂直的線 當然水平的部分 我們也是用這樣同樣的方式 你可以按住shift 它就會變成一個水平的條件 來拉這個線 在這邊一樣 我們就是從1點到1920 水平的二分之一就是540 540 我們在做這種影片的視覺構圖 它也會跟數學有關 這邊做好之後呢 想要把這個構圖框輸出給FindHop Pro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就在這邊顏色填充選擇不填充 因為不填充的話 我們在Keynote這邊輸出的圖檔呢 它就可以自帶透明層的條件 所以在這裡選擇檔案 選擇輸出 然後選擇影像 在影像這邊 因為我們是第一張圖 所以我們就選擇1到1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選擇格式是PNG 在這邊也就是輸出透明背景 要把它勾選 然後按下一步 這邊呢 我就把這個參考線輸出 在這邊我就打入參考線 這邊按輸出 輸出完成之後 我們回到FindHop Pro這邊來 然後選擇這個顯示設定 然後在這邊選擇自訂的覆蓋層 然後增加一個自訂的覆蓋層 到剛剛的桌面這裡 找到剛剛這個參考線 然後選擇這個參考線的位置 把它打開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畫面就會出現我們剛剛在 Keynote裡面的參考線的部分 FindHop Pro這邊的參考線的設定 可能會隨著我們的解析度而改變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80% 跟90%的這個參考線的位置 幾乎是一樣的條件 然後呢這個中間的垂直跟水平 本來FindHop Pro是沒有中間的垂直跟水平的顯示 你也會出現這個部分 這邊呢老師利用這個PixelMeta Pro 像是剛剛這個直式版面的部分 這個直式的部分把它輸出 所以我在這邊把這個數字關掉 然後輸出這個版面 這邊選擇PNG 就輸出直式版面的參考線 然後在這邊會出 一樣的我們回到FindHop Pro這邊來 然後在顯示設定這裡 增加剛剛的這個直式的參考線 在這個位置 然後Open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剛剛這個直式的參考線 就顯示出來了 在這邊呢 FindHop Pro之前這種直式的參考線 它其實本來是提供像是這種直式畫面的轉換 所以在FindHop Pro這邊直式畫面的轉換 就是選擇我們剛剛這個編輯專案 然後按右鍵 這邊就是複製編輯專案成為 成為什麼呢 就是在這裡 選擇Vertical 就是垂直的這個顯示 然後這邊我們設定在1080 這邊記得Smart Confirm 就是智慧的符合運算處理呢 你要把它勾選 然後按OK 它就會把你剛剛的這個畫面 轉換成直式的條件 像這邊呢 我們把它轉換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編輯呢 它就完全變成直式畫面 而且剛剛這個畫面的構圖的參考線呢 它還是可以使用 比如說我們在這種直式的畫面 例如我們要上一些字幕的時候呢 也可以利用這個直式的構圖 來使用 像我這邊呢 比如說加入一個Basic Title 加進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像是 我想放在這個80%的這個內框的位置 然後去上這個字幕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Overlay的使用 不只是讓我們在做這種畫面的處理的轉換 它也是可以讓我們在做這種影片編輯上 像是這種字幕的參考線的使用的條件 因為在我們後面的其他技術提到像是Motion Motion本身也就會有這種參考線的設計 也就是不需要額外利用這些圖像軟體去產生這些參考線的條件 我們在編輯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有這種固定的字幕擺放的一個參考 也就是說你不見得要用這種參考線的顯示 而是像老師這邊 比如說我會有直排字幕下標字幕或者是標誌logo的條件 比如說輸出一個影像檔案 然後一樣的我們選擇這個PNG 這個圖檔是在第四張圖這邊 然後輸出字幕擺放位置 這邊我就把它輸出 回到FUNKARPRO這邊來 然後一樣的加入這個自訂的覆蓋層 然後在這邊選擇剛剛這個PNG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在畫面上 也就會有剛剛所設計的直排字幕跟下標字幕的這個參考位置 也就是說你在FUNKARPRO這邊要去加這些字幕的時候 你就可以參考我們這個擺放的位置 把這個字幕帶進來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拉到參考位置的地方 去做這些字幕的設計 在這次內容 老師介紹大家如何使用這種參考線 帶入到FUNKARPRO裡面來做這些字幕 或者是圖卡版面設計位置參考的使用 在下一集裡面老師就會介紹大家 我們要用哪一套軟體來做這些版面的設計 哪一套軟體會比較方便 或者是它有哪些功能 會比較好製作這些圖卡跟字卡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處提出問題 跟老師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